天賦如同自然花木 要用學習來修剪 非常異世界 高級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顧子謙 我是智希 智希啊 這個我們啊 好幾集都有討論到那個功夫 功夫 那妳在這幾集裡面 妳學到了些什麼 我學到了 第一次很痛 第二次很舒服 第三次就 不是 我們這麼嚴肅的主題 怎麼被妳配音 好像配得怪怪的 哪位 就第一次那個隔山打牛 他這樣推我 好痛喔 然後第二次就是穴帶按摩 對…躺在那邊 很舒服 第三次就是那個 有那個鵝童武術 鵝… 鵝… 有鵝絲 對… 不錯嘛 妳很會用身體記住事情 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講妳的身體 講老師的身體 如何來運用這個武功 好不好 趕快來歡迎我們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為民哥 大家好 第二位是武風學院的總教練 王昭文 王總教練 好 第三位是金春山秦席堂的堂主 王明忠 歡迎 第四位是青島武館的館長 林蒼香 林館長 大家好 各有來頭耶 這個今天來賓除了第一個之外呢 其他三個都是功夫很高強 沒有…郭哥你誤會了 因為只是礙於演藝圈是一個諧星的身分 但其實我一直隱藏我真正的身分 是喔 否則我當年怎麼會在 你真正的身分是 否則郭哥知道 我當年怎麼會在特種部隊服役呢 對 因為你是鋪路狂 對 所以我就不愛穿衣服 所以我就知道這個 我不是這樣子 不是吧 特種部隊是一些 訓練戰績很強的人好不好 所以說你是從軍中訓練到武功 沒有…非也 小弟自小習武 自小習武是不是 國中一年級就開始為了報效朝廷 報效國家 開始學空手道 真的嗎 真的假的 那你是如何把這個空手道運用 在日常生活上 其實不要說我有學過的運用 其實全世界的每一個人都會用 真的還假的 對 每一個人都會氣功 我現在一講就知道 所謂氣功就是 我們把我們身上的氣 集中到某一個點 對 然後去運用它這個叫氣功 對不對 我們每一個人在上大號的時候 都可以把全身的氣 運用到那個闊葉機的組織上面 你知道那多難嗎 你現在想想 那很難 真的 對 我們運氣都沒有你好 對… 你想想你的運氣比我好 你看娶了一個老婆 又生了一個小孩對不對 幹什麼不是那個運氣 是運用這個氣 來 運用這個氣功 對 所以我講簡單的 其實大家都會運氣 只是我們忽略這個東西 那這些練舞的人呢 是理解這個奧妙 所以懂得身體的氣 它是一個可以運用循環 變成力量的東西 所以他們去練這個東西 然後代代相傳 照文明哥這樣講的話 這個三位師傅都很會運氣 然後第二位師傅一直旁邊 在偷笑 好 那我們師傅們 又是如何巧妙的結合 功夫在跟日常生活呢 這個… 這個王… 小王 我之前 因為我在蘆洲開館 然後在那邊有一次 我在館內練功的時候 突然聽到外面有一個 急煞的聲音 對 然後就聽到有人在打架 打架 然後我一出去看到 有一個人穿得像 道士 道士 對 他的頭髮是短的 然後大概年紀大概 五六十歲左右 看一下你的右手邊 是不是他 不是 幸好不是 還好不是他 我以為你不打不相似 那時候就看到那個 那個人正在用拳頭打 一個機車騎士 然後機車騎士 那時候正好從巷子那邊過來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急叉的聲音 所以他跳起來 往他頭上砸 那是個瘋子 然後我一走過去的時候 就大喊一聲 幹什麼 我又嚇到了 破阻到對方了對不對 這個幹什麼很厲害 然後他就嚇到了 不動 走過去 結果他嚇一個瞬間 我也嚇一套 因為剛好我們那邊巷子 是有車來回的 他說往上要往後跳 要去撞那個車子 一輛車走 剛好這樣開過來 後來他就要往後撞 然後說讓我死 我發誓啊 發誓 然後我剛才衝過去 把手一拉脫下來 然後用其他手壓在地上 然後一面打電話報警 因為我們那邊盧州那邊 警察大部分都認識 然後開過來 然後後來沒多久 有一個人開著賓士過來 他兒子下來 他兒子 對 他兒子二三十歲還滿年輕的 一進來馬上掏錢 掏錢幹嘛 感謝你救命之恩 沒有 他掏錢是給他的騎士 沒有給我 給他的騎士 為什麼 好像他爸爸就是平常 就瘋瘋癲癲癲的 這是一個我們王趙雲師父 親身遇到救人贏 沒有 其實你要講這種這個 武功要有武德 對 你要講這種武術 引發的一些事件 其實最有名就是 在紐約 1979年的時候 在紐約有個事情就是 有一個華裔的老先生 然後還穿著很中式的衣服 在紐約街頭被警察盤查 被警察盤查 語言不通 然後語言不通呢 就跟警察肢體比較大 你知道國外的警察 跟台灣的警察不一樣 不一樣 直接就把你壓下來打 台灣的警察 對 台灣的警察是咳打咳罵 美國警察是 你只要一喊扣他就弄你 好 就這個警察生 要弄他發現弄不動 叫資源 八個人被一個老頭子 一下把他推開 真的假的 對 後來就找翻譯來 把這老頭子帶走 因為有這樣一個新聞事件 後來李安就因為這個新聞事件 拍了一個推手 是真的有這樣一個事情 是真的有這樣一個事情 運用這個 對 這個老先生是學太極功 太極權 是把你這樣推開 一個推八個警察 一樓克剛 是有這樣真實的故事拍成電影 那我們第四位這個我們林昌 館長 館長 林館長 你說練武可以磨練意志力 那麼以及讓人防不勝防的 防身術 我覺得 這個江湖路線 社會顯得 練武的如果能夠 用得上這麼一次 臉為保命 那就值得了 所以練武最大的目的 對 那我記得 講氣身的問題 好 我79年剛退伍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淡水那油局 因為淡水的路很小 那停個摩托車也不行 結果我看到一個位子 停車位 太好了 我要不要停進去 結果兩個痞子呢 就先給我霸住 那我們下來的時候 又不能先打人對不對 先講理嘛 對 所以師傅有在講 是 所以我們就把摩托車放在一邊 一下來的時候 就只要一跨一個後旋梯就下來了 他就眼睛這樣看著那個小皮子 好像一個後旋梯 然後他看一看 鼻子一摸 馬上把車子推過來就走了 然後就是 也不是故意耍帥 所謂的不站的欺人之兵嘛 你看看個人怎麼動 這就跟北韓發射火箭一樣 我沒有打你 我發射火箭給你看 對 我只剩下你而已喔 敵之不來 無以由以待之 對 我們在摩托車這樣腳 一個後擺臉腿 就不一樣下來 然後就這樣蹬他 對… 第二個例子呢 講切身 各位看這個手指頭 被削掉一塊肉 各位看 這個話說大概80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去練功 就穿著這個襯衫 穿個工務褲 就騎車就回來了 就看到那個吸毒的 後面就追了 追了我就跑 我想 我又沒惹你追我 他追 我跑越快 他追越快 後來紅燈到了 被追上了 四台車 大概七個還八個 圍著你啊 圍著就上來了 上來了 傾下來就開始打 你想躲都沒地方躲 你想跑都沒地方躲 你不容你思考 我就啪啪啪啪啪啪啪 他拿那個大鎖 拿那個露點的磚塊就砸 砸完的時候一看 那什麼好像有血 就看到白白的骨頭 就是這一塊肉 所以我們講說 練舞當然是摩尼意志力 但是真正用上了 不要怕死 一輩子就值得了 真的 那這個林教授要幫我們示範 什麼雨傘防身術 那因為現在 之前不是捷運那個 症結事件嗎 最後有一個畫面 有一個老伯伯拿雨傘去擋它 大家團結一下 抵制它嘛 你 好 看我們 遺族車人這麼危險對不對 該要練點防身術 這個雨傘呢 我們隨身帶著出門 其實下雨天都會用得上 那我們講 這個雨傘呢 它是綜合性的兵器 可以當劍 可以當刀 也可以當拐杖 斧頭雙鉤頭 斧頭雙鉤頭 對… 所以要帶這種衣服 很多人就是說 譬如說你一劈來 他劈我還沒到 我這個先到 有沒有 彈中線 三肩 膝蓋 彈中 你先到 譬如說他劈 我打擾我劈一炸 我這個一炸 一炸 我這個 過起來 啪啪啪就進去了 過起來 再帶一個 有… 忍不防又給他一個頭 好像就用上了 對不對 好狠喔 這個今天跟女孩子穿高跟鞋 好像也有一起通過 對… 這是防身用的 有…李妍謹有試著用鞋子 對 如果以前這個江湖人 如果三兩計畫不能拿 在廣東茶樓啊 拿那個 一百度的開水的 三兩計畫就通過來了 對… 或者是韓國的熱開水爆炸 哇塞 對… 韓國熱開水那是我 散開砸出來 砸 裡面還… 裡面還常見 功力太深了 哇塞 我剛才批斷了 我還以為是這個雨傘 本來就有另外一個功能 這前面好尖喔 好 剛剛王師傅做所講 是… 好 謝謝…師傅 所以說我們 就是說隨身應用 可以拿起來應用的工具 雨傘就這樣 對… 打過來或者怎麼樣點一下 而且雨傘我們當過兵人都知道 當兵的刺槍術 可以拿雨傘 一樣可以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對 只是他沒有這個木槍那麼堅硬而已 那我們要請教王明忠教練 這個陸廷記中間 主角那個韋小寶 他加入了反見覆明的天地會組織 而歷史上的確是有天地會 而且聽說是在台灣 陳靜蘭 就是韋小寶的事務陳靜蘭 他事實上就是台灣總制使 陳永華參軍 陳永華參軍在我們裡面 天地會裡面他作為白鶴獻師 他是一道 道教的道 因為他在湖南襄陽城白鶴洞 為了推展漢流組織 然後出家為道士 那台灣天地會之源起 可以從西元1624年 鄭知榮 顏思綺 楊先生 28位兄弟一姓結拜 然後到日本禹幕府 準備在日本起役 失敗之後 流亡到海上之後 鄭知榮降了明朝政府 官任胡建總兵 然後 顏思綺就帶著其他的部將 退到台灣來 兩個人相互呼應 所以那時候 胡建的雄文燦之武 派了 招了兩萬名的民兵 到台灣來開墾 那之後就是西元1661年 鄭成功進入台灣 驅逐了荷安人 然後在熱蘭澤城 他以金門跟台灣 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 所以鴻門的第一個山頭 金台山就是在時候開始 然後西元1665年的時候 就是陳永華參軍 在台南孔廟開立明倫堂 然後西元1673年 集結了 因為三藩之亂戰敗之後 整個士氣都不好 所以他集結了武將 開立了明遠堂 然後西元1674年 清兵入台 師郎帶兵打進台灣之後 所有的文武百官不願意鄉親者 道明堅 跟漳州 邵安來的劉怡平 還有平和縣的荷安 與原本在古奔港西 跟隨著早期進來的 這一批張中張義 整個為秦熙堂的六大爺 開立了秦熙堂 所以整個傳承 從那時候一直傳到現在 這樣 對 那既然這個大王 已經講到武術的歷史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好了 我們每個師傅講一個武術的歷史 然後就來示範一套 好耶 那所以文明哥也要吧 他就先不要 對 我 先不要是不是 你有這樣 我就幫你多了 我讓他們新人先來好了 對 你啦 你先啦 你先 你講一下武術的歷史 其實我要講武術歷史 我其實最想講的是李小龍的故事 李小龍這個我們這個年代 對 像智希這樣這種年輕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李小龍他到底有什麼地位 不過就是一個演過幾部電影 對 對很多人來說 他不過就是演過幾部電影的 電影移星 李小龍這個人是一個太偉大的人 因為李小龍這個人 他的起源呢 剛好就是二戰結束 韓戰也結束 就是亞洲人 就受到世界列強的那個輕壓 壓迫 壓迫已經四五百年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出口 而且那時候還是叫我們 東亞病 對 在金武門裡面那個扁 扁的直接弄掉 那個那一幕真的是讓人家印象深刻 是不是 那李小龍首先呢 在1973年在全美武術大會上面 應邀演講 他當時有講說 因為當時全美武術大會是 全美國所有的武術家都在現場 他當時講一句話他說 哇 你看看 多霸氣 好 大家推崇一個 全美當時最厲害的一個人 上去跟他打 李小龍在29秒的時候把他打倒 你看 他讓全世界的老外知道 中國功夫不叫做 Chinese boxing 叫做功夫 對 所以這麼樣一個偉大的人 這種武術家 你們去了解他的歷史 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他的地位 可以奠定到現場 好 那你要示範一下 我要示範是 我可以示範幾個李小龍簡單的東西 真的假的 你可以 不是 李小龍很多東西 大家都會 可是李小龍最特別一個是演電影 比方說郭哥 麻煩你一步到這邊來 好不好 假設 郭哥我們現在有一場 我們有一場戲是 郭哥你要鬼鬼祟祟祟的 不能被任何人發現 走到窒息那個位置 你會怎麼走 從這邊開始走 他真的會了 好 先從這邊 不被任何人發現 好了 這是我們看到郭哥的演法 郭哥已經是影地級 我們一般人大概會這樣演 李小龍如果要這樣 他不是這樣演 他是 他說你是一般人 他嘴巴一定要縮起來 沒錯 沒錯 他有注意到重點 李小龍一定要嘴巴縮起來 一定要側滑步驟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奇怪 怎麼戴你的臉 怎麼感覺像鼠背 但是你有模仿到那個精華 我有看到 然後另外一個巨星 陳龍他的左排又跟郭哥不一樣 對 有耶 你好好 你果然是看電影看得著迷 懂嗎 至於其他的什麼武術什麼 就不要講了 因為李小龍那個腳快到就是 你把他放慢動作 你都看不清他 而且他是找上 中 下 連梯 在一秒鐘之內可以完成 你都還沒感覺到 李小龍幾乎都不一樣 所以他是屬於一種 所以他是很柔 然後很陰骨的拳 對 可是他那個一出拳到 最後那個寸進 那個是很厲害 他其實是從 丹田出來的一個氣音 而不是我們這樣 李小龍那個腳快到就是 你把他放慢動作 你都看不清他 而且他是找上 中 下 連梯 在一秒鐘之內可以完成 你都還沒感覺到對不對 李小龍走路也不一樣對不對 郭哥你現在聽到一件 螢幕要拍你一場戲 你聽到一件事情要 非常憤怒 開始 預備 起 開始 好 我們一般人憤怒 大概也不會超過郭哥這種影帝 不會 李小龍憤怒這樣 這樣 會先頭動 對 沒錯 所以李小龍他是一個哲學家 他不是演員你知道嗎 厲害… 所以你出來不是示範權 是模仿 沒有 但是他已經示範到精髓了 模仿 對 主要是因為時間太短 你時間長的話 我可以把李小龍每一部電影 每一個鏡頭 把它從頭到尾講給你 真的假的 那還好我們時間沒那麼久 對 我也是覺得應該怎麼樣 謝謝 謝謝文明哥 好 那我們這個王昭文教練 你有什麼武術的這個歷史故事可以講 剛剛那個大王老師講 他講的那個28位義兄弟 我在日本就遇到 他們那個武術老師 他們那邊有一疊書 然後就翻過來看 日本人就自己講說 台灣曾經那個時代派人過去 然後跟幕府 然後那時候有打通整個日本 然後把整個日本的武道街 因為跟幕府將軍合作 然後把它統一起來 所以才會有現在的日本武道會 這是從日本老師那邊聽來的 所以可信度還滿高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是用太祖拳的分分去跟他拜訪 太祖拳 對 太洲拳 什麼叫太祖拳 就是一個很古老的拳法 然後他曾經在 每一個朝代裡面可能都出現過 然後他是算軍中的陣型 所以他非常的樸素 非常的樸素 然後非常的簡單 因為軍中如果很多人 個人武藝是不能太強的 好 那既然講到是以軍中 拳法為主 能不能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 那我們要不要塞一個眼 太祖拳耶 你怎麼拿兵器 太祖拳這個是那個 像王秉中老師他都知道 太祖拳最有名的這個是 藤牌高兵 然後這個我們還用那個弓箭射過 它可以擋50棒以上的弓 真的假的喔 50棒 對 50棒的弓 所以它上面有點傷痕 這個盾還滿貴的 以前古代戰爭也有 完全手工是那個 關廟的老先生做的 然後我現在示範的是 我們太祖的簡單的刀陣的動作 刀陣 對 它是三角棍 對 太祖拳的三角棍 對 我今天就讓你們示範一下 剛剛順便回答一下 為什麼唯明哥他走路會這樣 為什麼這樣 因為其實步法有兩種 一個是根部 我們這樣是根部 前進 然後再做交叉步 這樣其實我們這邊看盾牌 這邊都是防護著 然後我們這樣 對 每個移動的時候 我們就是剛好都防護住 防護住自己的動作 然後如果對方打過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擋 然後還可以打滾 然後你們看 因為是軍陣嘛 軍陣很多人 如果我這邊亂跑亂跳 我就先砍到旁邊的人 所以我們每個人 前進後退的動作 對 都要移定 然後我們的陣型 得檔 可殺 協作 都要一模一樣 不然你這樣這個動作一下去 你砍到的是旁邊的人講 不是自己人 其實太祖拳法講究的 軍中那種協調一致 大家你看看幾百個人 幾千人都刀法要一致 要不然真的會砍到 我們講的是戰術 不注重個人武藝 所以我們像我們的傳統 就還是加入民團 所以我現在也是加入民防隊 在那邊 民防隊 你這民防隊這個真的是 如虎天翼 對 我們跟著師父的教誨這樣 是… 謝謝 謝謝我們 黃濤文教練 小王師傅 小王師傅 你還記得上次來嗎 有啊 記得啊 我們還在這個 雷稿之外 還叫他打了一套醉拳 打得真好 那真漂亮 那個醉拳真是漂亮 所以你們這集厲害 因為其實台灣的武術是很厲害 就是根源歷史上 只是在傳統上 我們比較少 有這一類的報導 是 那我覺得多把這個台灣的武術 發揚光大是好的 多發揚光大是好的 對 真的是好的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大王 還是要直接示範 我先講白鶴拳好了 白鶴拳 白鶴拳 對…台灣很有名 鶴 鶴 對 我們秦星堂的祖師 也是宋太祖 然後有一位就是我剛剛說 白鶴先師就是陳靜蘭 另外一位就是知府姑娘 知府姑娘就是白鶴拳的祖師方七娘 因為她是明朝崇禎皇帝的女兒 然後鶴拳永春 在永春一個很鄉下的地方 然後她的鶴拳是白鶴先師 夜來小去 白鶴拳拳 那白鶴 其實白鶴先師那是一個虛擬人物 那為什麼會有夜來小去 因為你在反清復明的過程中 是晚上在傳教 所以在台灣早期南部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到了晚上之後 才在田的中央去教武術的方式 開始活動 對…所以我們的白鶴拳 就是來自於方七娘 也就是知府姑娘 從政皇帝的女兒 所以她是屬於一種女人的拳法 所以她是很柔 然後很鷹毒的拳法 鷹毒喔 鷹毒 很柔的拳法 那請我們大王師傅來 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多虐得幹嘛 好可怕 那直接來 好 直接… 這是一個請純的動作 白鶴拳 她的分段很柔軟 對 也很像女生的拳法 對… 很像女性的拳法 她手好像沒有骨頭的感覺 對 可是她那個一出拳到 最後那個寸進 對啊 那個是很厲害的 真的好像鶴喔 好 好 好 太遠了 太遠了… 好厲害喔 好精采 好精采喔 人家泡根本不是這樣 不是 她那個 她在耍兩次之後 她 她其實是從丹田出來的一個氣音 而不是我們這樣 那 其實剛剛那個很柔軟 可是到最後那個寸進是厲害的 那個要被她打到 對… 所以她太主權是為了部隊要作戰 所以她必須揚鋼 對 那是一般的兵在練 那內加的東西就是文官武將在練 不一樣 不一樣 對啊 近身法衛 而且你看她打完她也臉不紅氣不喘 當然 還可以再打一套就對了 好 要不要等一下 再來一套哭涼一下 先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我們林蒼香 這個館長 林師傅 如果妳要幫我們講解什麼武術的歷史 她的道具好多 那我講個山東的全術好了 好 山東的 看到台灣現在這麼全術呢 可以看到各門各派這麼的豐富 應該講1949的時候 國民政府來台 把這麼多外省級的老師 把這些全術帶過來的台灣 那我的老師師誠高道生老師 那就是以前青島國術館畢業的 那以前就在勞山打游擊 那我的老師呢 我們記得以前的龍門客棧 那武術指導就是我老師在梨山 當武術指導 上官林鳳 上官林鳳 對 上官林鳳 那老師待的話100歲了 民國五年生的 那我們講青島有兩句俗話 來講山東的全術 第一個 所謂的 山東出麗林好漢 麗林好漢 那就是跳漢 麗林好漢 沒錯 梁山就是山東嘛 對 還有一句話就是說 連山東的狗都會打個四門斗 連山東的狗都會 出去回來 什麼 你剛剛做了什麼事 你剛剛已經出拳了 那個蜻蜓會飛 鳥會飛 因為牠的一秒鐘 翅膀擺動是60到70而已 是人類抓不住的 這蠻蠻好活潑喔 轉身 蠻蠻好累喔 還有一句話就是說 連山東的狗都會打個四門斗 連山東的狗都會翻跟斗 山東的狗都會翻跟斗 可以看那個人 是不是武藝高超 所以在明初 民國15年的時候 青島市立國書館就已經成立了 所以那個時候 在青島這個地方 明初的時候 大概就有將近200家武館 那時候在全國 列牆已經租借了 租借那個瓜分我們的地方 對 所以有200家武館 在全國的普查裡面 它的人口 武館的密度 青島武術館是最高的 那過來台灣 青島山東級的全師也是最多的 這樣子 都集合在青島東路那邊嗎 不是 不是 中國武術人全辦一個分 但是你要知道 中國人很喜送感情的對不對 他從青島過來 他一定要找相關的嘛 所以他就住青島東路 那邊也可以 所以立法院這麼上武精神 就是傳承這樣子 你看看 這師父有講到 對啊… 那但是 這其實山東人真的教我們蠻多 連英文也教我們 對啊 像剛剛你那個雨傘防身術的 雨傘 就是我是山東腔師父教的 他說 我是教你 雨傘英文怎麼講 我是這樣被英文老師教的 我才記住這個雨傘的英文 我跟你老實說 我跟你講 你要勸打他就啪啪啪 啪啪啪 不用什麼幫你 對 你還不來了 雨傘 我只用雨傘 好 那這個師父 那山東呢 螳螂拳啊 2008年 螳螂拳 螳螂拳 螳螂拳很難學的 2008年啊 就列為大陸十大拳種 大陸在山東是第一名拳 螳螂拳 因為螳螂這個東西 它只是一個動物而已 螳螂捕蠶 黃雀在後 為什麼螳貝族 螳貝黨軍 奮王 勇往直前 不怕死 它是螳螂拳的特色 所以 在螳螂 這個拳種呢 它就是 雕鑽 破辣 打得滑 俗語講打得很滑 所以呢 這些拳是到台灣 把這個螳螂拳帶過來了 只是靠你頻道講 螳螂拳的手 你剛剛做了什麼 你剛剛已經出拳了 十七分之一秒 那個蜻蜓會飛 鳥會飛 它的一秒鐘 翅膀擺動是60到72下 所以人 我們的老祖先 法天 上帝 看到大自然 看到這動物 這個東西跳起來 請模仿過來 對 模仿過來 所以螳螂拳的一個 示範 那示範一下螳螂拳 好不好 來 歡迎林師傅 林館長 他手好快喔 對 他手真快喔 他在退是不是 好 示範螳螂拳 好 哇 剛剛好 我扶喔 這個 還有要扔下去 這個鯉魚打挺這個厲害 地蹦 好 這個叫骷髏 骷髏 轉身 螳螂好累喔 是 因為黃雀在後 螳螂 螳螂 有有有 好 好 好啊 這個不是只有拳法耶 對啊 而且把螳螂的特色都表現出來 對不對 不過這是地公拳 地公拳 白馬下山 真的難怪我們在攝影棚 那個現場是一直硬梆梆 他在每個 這是地躺拳 還好啦 其實館長 館長也可以去練HIP HOP那個BATTLE 有沒有 地上打大風車 大風車 頭轉 這個有練過嗎 好適合喔 我們地躺有很多 在地上打滾辦的工作 這樣好了 我們安全帽就給林師傅 戴上 沒有啦 這螳螂拳是真的好厲害 硬功夫喔 哇塞 是是是 好 那這個 我們要再回來問這個王 王昭文教練 是 剛剛老師們說這個講武術的這個奧妙 那就要連他的歷史也要帶到 那所有的武術都 好像還有搭配兵器的運用 是不是 兵器喔 對 像剛剛我 也表演的那個三疊拳 三疊拳 對 我們一般練習的時候是空手 空手 空手的動作 然後比如說這樣拿盾 然後再擋架 然後拿盾擋架 然後配合兵器 那也不一定配合的是 盾跟刀 你也可以拿雙劍 雙劍 雙劍 或是長兵 我們像太祖拳就有18個兵器 九長九短 然後像一般大家知道的那個刺槍術齊眉棍 然後其實也是會在融入拳法當中 對 你只要練差不多 我們基礎拳大概 我們的門派大概 基礎拳練四套 然後就開始練兵器 練兵器 兵器 不外乎就是 刀 槍 劍 擠 滚 輔 月 勾 插 拐 棍 放 流行水 代劍 代刃 代勾 代扯 好 好厲害喔 我告訴你 我是不會功夫 但是我可以說一套功夫 我不會打棒球 我會講棒球 好想看你賣蛇 逸祥版那個賣蛇弄得好爛喔 逼云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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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云竟三百幾塊 三百幾塊 一萬兩千幾塊 這杯 帶火有人買嗎 有 好 好 好 港夫拿賣的 港夫拿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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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 賣天賣不爽 你就逼云竟 逼云竟 好屌 是不是 我功夫沒有半撇 但是這個就很厲害 真的 你表演完原版 我才知道逸祥有多爛 爛到真的沒有你的十分之一 逸祥他媽在做這種表演 我弄死你 我告訴你 看看 不是... 國民哥你也讓這個年輕人 好好學 他還會英文的殺死 不是 你都已經十幾年前 他還學不會 他主要說 他主要在帶來的時候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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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而已 他就沒了... 好... 你看這是不是功夫 這是不是功夫 這也是功夫 功夫嘛 大王 那你台灣傳統的這個拳 拳頭絲 拳頭絲是什麼 對 拳頭絲 拳頭絲 對... 其實有拳頭絲 就是教台灣的拳頭跟武絲的 在台灣武館文化裡面 那不是跌打損傷的嗎 對 也有鐵打損傷的傷害部分 對... 那我今天要談的就是 台灣的 鼠絲的這個拳頭絲 好厲害喔 好強喔 好強喔 小心 後面 好 3 4 5 6 5 5 4 5 5 7 8 9 10 很厲害耶 如果我半夜回家 有人拿刀我不會理他 但有人拿這個 那我今天要談的就是 台灣的武絲的這個絲部 武絲 對 對 我們平常看這個武龍武絲 好像感覺他涼光型絲團 好像拚那個古典 其實他還是有他的步伐 對...有 因為以早期來說的話 台灣不管是北部還是南部 有所謂的金絲 北部在台北淡水基隆一帶 有所謂的金絲團 大龍洞金絲團那個名 但是他的絲子不是金色 大龍洞金絲團 北部的絲子他不是金絲 但他為什麼叫金絲 那南部 高雄 台南一帶 有所謂的金絲症 他絲子也是不是金色的 對 他是宋江也在用的那絲子 王老師 對不起 那我插一下話就是 絲子在我們中國有分佈 有很多什麼南方絲 北方絲 那我們這個絲算是 這屬於南方絲 對 北方絲的話就是北京絲 對 南方絲包括廣東絲 台灣絲 客家絲 南方的絲種最多 大華僑的世界有所謂的 胡建的老絲頭 對 這些都屬於南方絲 對 那今天這個 大王 我就簡單示範一下 武絲的幾個 對 還有幾個基本動作 好 太陽歡迎 其實在這個 這個絲子是 已經有80年的 80年的歷史 也是古董級的 我絲也留給我父親之後 父親留下來 對 我們以前看到那個武絲 那眼睛還會砸 廣東絲會 廣東絲 他們是也有人做這樣子 這樣比較可 可愛 砸起來對 武絲比較生動 嘴巴會吃紅包 會 嘴巴會動 大輪動絲就會 客家絲也會 但這種台灣是屬於閉口絲 他嘴巴不會動 對 有分 有 我們先請大王師傅來示範一下 武絲他的動作 實際上他是一個武術的訓練 因為在傳統的過程中 因為清朝露台的關係 以及日本人進武的關係 武術不能夠公開去教 所以他就在隱藏在獅子裡面 然後他蓋一個獅背 你根本看不到他在做什麼 用民俗的幌子來揪武術 所以我現在就簡單示範一下 基本的步行之後 他就是其實武術中的 雙推手動作 這是一個起司的動作 接下來 這是開步的動作 這個點靠三交馬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勻手的動作 對 這個轉動作 這個是推的動作 拉回來 這個左邊搖 右邊搖 這是一個推手 因為你要把人往前推的時候 你要把它推倒 你必須先把他拉回來 拉回來之後再推出去 對… 你要欲右要先左再右 所以他食指為什麼設計 這樣子要抓住 你不能這樣緊握 不然我們要用力 必須要含著他 靈活的 所以我是這樣含著他 歐兵哥這邊看得比較清楚 對… 這個才踩下去 這過來踩下去 對 然後他踏七星的一個動作 這是一個摔跤的動作 薄耶 好厲害喔 然後這個耍巴的動作 在搏擊裡面最常見 他在搏擊裡面就是 比如說你在拳擊看到 他這個動作就全部在荒譽了 對… 這個是鵝拳最常用的動作 好厲害喔 很厲害喔 有耶…他一解說我們才發現 他解說發現這個 其實舞獅的步伐 其實也是一套功夫 對 就是他在耍那個獅子的時候 如果假設我們可以把那個獅子 Key掉 你就可以看他兩個手是怎麼樣 在做這個功夫的運用 把那個獅子去掉 你就知道真正是功夫在耍 好 那我們林蒼香館長 你要幫我們示範什麼兵器 我今天要講一個 棋門的兵器 棋門兵器 為什麼要講棋門呢 國書的四大兵器 四大兵器是 刀槍劍棍 刀槍劍棍 其他的也可以扮成叫棋門兵器 我剛剛講過了 江湖入險 人心險惡 所以呢 不管是江湖俠客 保鏢 還是這些刺客 當然隨身帶一點稀奇古怪的東西 煙斗 煙斗 煙斗也可以當武器 就是抽煙的 這個很像 我綁了起來 萬一 有美女送上門來 意圖不軌 殺他 痛他一刀 原來裡面藏著劍 對 這叫煙斗劍 煙斗劍 這個是一個老兵器 古董 煙斗劍 這是一個老兵器 如果現在拿個抽煙斗 誰還抽煙斗 抓起來 好 煙斗劍 好酷 那我們講一個 好 這把扇子 這該不會也是劍嗎 這裡面還有藏冰器 有啊 那個什麼 那個十月圍城 黎明又是嗎 扇子 扇子 扇子也是奇門兵器 怎麼說 這個扇子 感覺很可怕 下有涼風 中有雪 萬一有敵人來 拖出來 捧他一刀 又是一個刀 又是一個刀 對不對 扇中有刀 對 在夏天的時候 睡在八腳鳴層 又爛的 對不對 萬一有刺客來 老師我現在請問一下 你有多少敵人 沒有 他是在教 行走江湖多年 宿敵太多 宿敵太多 多多方寒 是 所以 譬如說這個扇子 這個要走出來 走出來示範一下 扇子怎麼用 然後說他這個 就山梁嘛對不對 文人喜歡拿扇子 對啊 這麼軟的東西 對不對 對 趙文人 好 譬如說 我們的扇子 好 啪 我先來做一個動作 啪啪 我們平行的 平行的表演 扇子拳 喔 好 那這個東西你看 開 夜裡長逃 打開 打開 叫開門見山 好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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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蹲下去再起來 好 這位叫蟲子敗鵬 好像倒耶 對 這個厲害 好 這就是扇子 那當然扇子怎麼用 當然 如果是招鵬 招文人 這個打關節 對不對 他突然打到 這個也可以打 真的打下去 我剛剛講我素題太多 我好不容易打到這個機會 公報絲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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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沒有絲頭啦 譬如說 他全來 我背裡麻金 有沒有 麻金 他會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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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力量的 好 全來 好合法的武器 太陽圈 快 這個腿就過去了 對 還有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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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反應 生動即息 好 厲害 站住 我以前看武俠片都是 一個娘子 娘子就這樣 然後這裡一個機關 一按 這裡就刀子就 打他的歌 我知道 我跟你說你就是電視看太多 你說的是邵氏影業的千刀萬里追吧 這差不多 那時候第一部這個3D電影 對 我知道那部電影 好 謝謝 好厲害 好厲害 小王師傅還好嗎 對 我們去大陸 不是到處都有才買扇子嗎 我其實在大陸的時候 就發現扇子很厲害 沒想到扇子更厲害 更厲害 大陸的大媽是拿扇子在你後面有沒有 對不起 讓 讓 扁蛋 長板凳 我不會了 你不會了 但是你點出重點了 對 扁蛋 是不是 扁蛋 扁蛋 劍 你在罵扁蛋嗎 扁蛋劍 扁蛋劍來了嗎 這個山東啊 剛剛講過的 歷齡好漢多 是 家有 萬一很多盜匪來搶我財物對不對 所以走到路上呢 挑扁蛋 帶出來了 撥掉 扁他一刀 又是刀 又是一個劍 扁蛋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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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它隱藏得很好 這種叫 隱藏性的顯冰 對啊 好像扁蛋 老師 你的家裡面那個 馬桶刷會不會是 萬一他上廁所的時候 有體驗來 馬桶刷就 會不會 已經快變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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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都好多兵器 好可怕 扁蛋劍 哇 很多兵器 扁蛋也可以是劍 然後名字就覺得厲害了 他一定有糾結 感覺很長耶 對 好 我們現在真的要躲起來了 糾結鞭 我們就不探討囉 你們試試囉 那你們 特別海賓自己注意安全 你們趕快躲在小王老師後面 小王有打開 不用擔心 我們是戀家子沒有關係 就飛過來我們都接著 糾結鞭 快點 我們會不會躲太遠 爬得好好喔 好漂亮 他不會打到自己耶 沒有…不可以 好厲害喔 打到自己耶 沒有…不可以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小心 後面 好強喔 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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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太厲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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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啊 太厲害了 好啊 尤其他那個地上那個石像 很厲害耶 太棒了 多少的腰力啊 在那邊挺腰 真的… 如果…如果我半夜回家 有人拿刀我不會理他 但有人拿這個 我一定把錢給他 是… 是… 這個搞不好 林教練也可以去參加跳繩協會 剛剛那個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對不對 節奏好棒喔 而且現場看到是虎虎聲風 邊邊是勁啊 而且聽到那個… 那個力道 這我們就震懾到 我還看了小鏘眼 不是小鏘配的 是真正的聲音 所以說今天啊 這個大家大開眼界 真的大開眼界 有看到我們節目的時候 就知道三位師傅 真的是練家子 但是我們在這邊 還是強調一下 練功只是為了防身 為了鍛鍊身體 對 非到用時呢 方橫功夫少 不是嗎 所以遇到時候的 我們有功夫的話 自然就能夠防身 對 然後零機隨機應用 這才是我們 練舞的最終的目的 好不好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 非常精彩的一集 這才禮拜一到禮拜五 晚上9 11點 整隻收看我們非常一集 謝謝 9點是什麼節目 沒有 9點 9點很好 太久了 太久了 謝謝